主席各位同仁,主席我請一下那個大使好不好?沈大使 委員好 大使好 大使,我在國外也很多年 因為你是對我不太認識 但是因為我在國外很多年 所以對大使也有一些了解 大使,像你現在這樣子的外交官 越來越少了 因為你是屬於那種典型的 老式的、老派的 我講的不是年齡 你是那種典型的、老派的 我覺得我們前輩很多 我講的是做法 做法跟觀念 你是屬於那種比較老派的 這種外交官在你們 外交部現在越來越少 也沒有好也沒有壞 就是個人的做法不一樣 像我們那個次長 他比較屬於新式的 我講的絕對不是年齡 我講的是 也是年齡 他年輕很多 他的做法、觀念 真的是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有時候 老式的是很好 因為他特別注重這種外交的關係 外交官所應該有的風格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這個大使 我是認為 優點要別人來講 才是優點 自己講有時候 並不一定是優點 報告委員 你在國際場合你不講 沒人替你講 對不起我在外交官做久了 大概我的風格就是這樣 而且我也沒有太講 我還沒講我其他的優點 對啊 那我跟你唯一的不同是什麼樣 你知道 你的優點是你自己講 我的優點就是別人 別人像我講的 別人跟我講了太多優點 我就不曉得我的缺點是什麼 林克穎 好不好 林克穎 那個 他的律師啊 說 因為 中華民國跟英國沒有邦交 對 所以不能夠引渡 但是邦交跟引渡是兩回事情 對 沒有邦交的國家也可以引渡 這一點的話 這個 你看法怎麼樣 對 因為在英國的引渡法裡面 第294條已經寫得很清楚 不一定說一定要有邦交 對啊 所以這一點呢 老實講 英國的行政部門 跟他司法部門 如果沒把這點查清楚的話 他不會跟我們簽一個 那他今天的律師呢 拿 所有一線 那個律師拿兩大本的券 就是要說 各種理由 甚至說我們司法不公 然後他這個 號召他台灣的友人 有25個 寫狀子 支持他 那有些東西簡直是 那些道聽途說 所以我們 這個方面 我們跟蘇格蘭的檢方 密切的合作 很多東西根本不值一搏 不過你想一想 如果我是林克穎的話 我要申請交保 但是 有沒有 邦交跟引渡是兩回事情 我如果申請交保成功的話 我可能被引渡啊 他的律師怎麼會不曉得這一點呢 交保成功的話 我們在做工房的時候 我們要希望他引渡回來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他的 他的這個心態是怎麼樣 他為什麼一直 一直要求交保呢 他當然你每天關在裡面很不舒服 但是一交保可能就被引渡 也有可能啊 不交保不一定馬上被引渡啊 我知道 交保他要去逃掉了 還有一段時間 因為他三省嘛 他有三四制度嘛 但是他還是要冒這個險啊 他當然沒有人說願意被關了 你們一關關三個月 老實講這個在我們的司法裡面 一下關三個月恐怕也很少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英國蠻難得 他幫助這些 然後那個法官三次拒絕 然後說他是用過假護照 常常改名字 然後又犯這些罪行 所以三次把他拒絕 然後他自己撤回三次 所以我是希望他 不管他怎麼樣 我們希望還是引渡他回來啦 那當然當然 因為他實在是太可惡太過分了 對對對 葉梅啊 葉梅這個有很多人在講 你知道葉梅最大的問題在哪邊嗎 因為他是說台灣是一個有死刑的國家 他回來會被判死刑 這一點啊 打動了我們最不願意被打動的一顆神經 為什麼歐盟跟我們這個免簽證啊 他有一個條件 你也曉得嘛 就是死刑的問題啊 他跑到英國去講這個事情啊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不利的 怎麼一個受訓的情報員 一個軍官 會用這個方式去講 傷害到國家很深啊 這一點我想我們軍方的發言人已經把它澄清了 已經泛駁了 我們對英國的朋友 我們從來沒有提到 沒有走到這一步 你知道嗎 現在我就說我這個案子怎麼辦法單純化 把它manageable 單純化什麼 就是說你護照你已經失效了 然後你一邊你是非法拘留 那非法拘留潛送附近 我們把它接回來 但是他就申請政治迷惑 這個就很麻煩 他自己可以亂講啊 自己隨便可以講各種理由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他回來 但是他回來還是有條件的 你不能判我死刑我才回來 有這種天真的情報員嗎 外交部可以答應他嗎 國防部可以答應他嗎 法務部可以答應他嗎 沒有任何人可以答應他 你就是回來按照你所犯的罪來接受審判 你現在的罪是五年 這個國防部已經講了嘛 五年以下嘛 如果政府可以答應他 不必接受死刑就可以回來的話 那所有經濟犯在台灣經濟犯都回來啦 我在海外犯了經濟大罪的話 我也可以回來啊 我回來我捐三十億給這個台灣 一年間一億 好不好 可以吧 我經濟犯我賺了幾百億啊 你只要不判我行 不要讓我坐牢 我捐三十億 這個你聽過吧 我講的是跟國內的一些日月光的事情配合在一起啦 他說捐三十億一年捐一億 一點成億都沒有 對不對 要的話三十億一次捐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再來啊 這個 英國很喜歡我們的南華 英國女王也特別的 她有稱讚 這個大使劉妹把這一點 更加以稍微 擴大一下 加強一下 好 謝謝你 去年她來這個 Chelsea花展是英國有名的 已經有百年歷史 對 女王大概她不一定沒來 像今年她就沒有來 去年她來 然後在台灣的攤位 那我就請她參觀我們的蘭花 我覺得我可以形容的一個很讓我也很震撼的一刻就是 女王轉 她原來往這邊走 她轉過來 我說請 Your Majesty 你是不是可以看看台灣的蘭花 她轉過來 看著台灣的蘭花 忽然眼睛發亮 然後嘴裡說了一個字 錯了兩個字 Oh Taiwan 我覺得那一刻如果能拍下來 我記得媒體上 媒體好像 她轉過來 看著台灣的蘭花 眼睛一亮 她已經覺得很漂亮 說Oh Taiwan 然後她問我 我剛剛大概在解釋一下 我們大概有五十種蘭花 兩萬朵 然後排一個龍形 她特別問我說龍形代表什麼意義 我說去年我們是龍年 然後我說Your Majesty 這一年就是去年了 也是你的Diamond Jubilee 你就是登記了 她登記了幾張 這個Dragon在我們的文化裡 It's a symbol of monarchy 所以慶祝你的Diamond Jubilee 所以她很高興 這句話就講得很好 這句話我可以稱讚你 我可以稱讚你 也不必啦 這個我們做外交關係 這種話還不能講 很重要 把台灣 把外交關係 做到這個 這個不是你自己稱讚 是我稱讚你 謝謝啦 人民幣很重要 是 因為現在這個 我們也是第四大 但是事實上 在前面的 香港澳門 我們的這個 GDP加起來比那裡 兩個地方都還大 我們大概第四個 對啊 時間順序 我們大比倫敦大 我覺得我們一定比倫敦大 我們恐怕是第二第三大 所以我們台灣也是可以稱為 人民幣海外 對對海外中心 我們絕對會 一個控管中心 但是問題是因為 人民幣在台灣 現在大家還是觀念的問題 想做又不敢做 不敢做又想做 因為這個 就是那種觀念問題 還改不過來 沒有辦法用人民幣 對人民幣也沒什麼信心 但是事實上 我是認為那個是可以發揮的 對 謝謝委員 你注意到這一塊 我跟您報告 我們要了解英國人 英國人很重視這方面 然後他倫敦的金融城的市長 大概下個月會來台灣訪問 就我們這個人民幣 他已經邀請我們的 這個高級的官員 跟這個業界人 就是11月的時候訪問倫敦 那我陪他們 我們跟英國三大銀行 HSBC Barkley 這個我們通通談 這些Stand Charter 然後這個 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方面 是我們互相開發 一個最大的商機之一 所以我呼籲大家 就認識我們跟英國的貿易 它的貨品貿易額也許不大 只是什麼威斯基酒什麼 但是我們服務業的貿易額的商機 對 會很大很大 這個benefit 這符合我們拼經濟的一個政策 我很謝謝你 注意到這一點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對對對 謝謝你 那我這個 因為我們立法院 時常接待一些國外的這個貴賓 我也經常陪院長 完院長 因為我是僑選的 所以他們經常找我 其中英國來的 這兩年來的 倒不是比例很多 當然你有十幾個團 有九十幾個人來 從 兩年之內有五個團 四十二個人 對 但是不一定到立法院來 你到了我們這邊來 所以這個外交部可以 這個次長這邊也可以有 這個 當然我現在這樣講 王院長一定很頭痛 因為多了幾個團來 他每次都要接待 但是 有英國來的 因為 我這兩年來 好像沒有接待很多 英國的這個議員 還是什麼 甚至是副部長 甚至是部長的 那將來的話可以的話 還是 跟這個立法院協調一下 能夠到我們這邊來訪問 盡量的那個 另外 因為到底 那個 大使你剛剛也講了 因為他在他國協裡面 有五十幾個國家 當然 國協在政治上 國協比較不具有約束力 他可以自由進來 自由出去 不像邦年 那麼 那麼嚴格 但是他至少還有五十幾個 所以 我們還是要多多利用 經過英國 或者可以 影響到其他的國家 他國協一個總部在倫敦 然後他們每年經常各種會議 而且他們 都奉女王 等於是元首 他中間國協有十六個國家 就是直接是女王 像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女王 都是國家的元首 我們的邦交國裡面 有九個是 國協的會員國 中間有六個 奉女王為元首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 我們了解這個 就知道他這個 英國 英國之間的國際地位 事實上還是非常非常強大 但是你跟那個 英國那邊的台商 橋社都弄得 關係都很好吧 有 有經常關心他們吧 對 有的時候我覺得我們也許 我們幫助的還不夠多 因為有的時候 你譬如說 這個有些大公司 他們有些 就是我剛才講的 我們跟英國如果 談判一個 不管是ECA或什麼 我們清單在哪裡 我最常常我喜歡跟台商講說 你們到底需要 他們幫了很多忙 他們幫了很多忙 台商幫了很多忙 你譬如說 甚至有些他做這種食品業 或者這個 他說很多東西 我們翻譯不統一 譬如說數十遍一項 各種各樣的翻譯 那這在英國可能產生 這個海關關稅項目的問題 很多東西很細節很專業 那我也很希望說 我們每年就是我們 跟英國有一次這個經貿諮商 一年在台北 每年在倫敦 那每年我鼓勵他們提出問題 那我們中間做一個清單出來 跟英國以後 對對對 那我注意到這個 這個你對於這個 我們的史料外交 尤其你對於那個澎湖 或者釣魚台 有一些特別的發現 這個很不容有 因為人家說我們這個 馬關條約什麼什麼條約 是 不是那個 那個四個條約 是沒有簽字 沒有什麼不合法 台灣 台灣地位未定論 所以這個有這些說法 那這個大使能夠發現這些 很不容易 希望能夠多加利用 我知道你對這個史學 國學上面 有這個很深的研究 這第二次稱讚你 好不好 謝謝謝謝不敢當 兩次都不敢當 麻煩你啦 以後繼續努力 謝謝